大家好,我是老片群生,歡迎來到群生結束 江武雞和路邊草共同為大家演藝,接班說完快舉 純粒,純粒對紅人 路邊草的純粒打得比較剛猛 我這三連 一二,直接上來一個下馬位 先給你一個perfect 路邊草,很久沒有做他的視頻了 看一下跟張武雞一樣 基本上,純粒的主動權會多一些 因為他的中肯很快 又快又穩又狠 磨到你沒脾氣 而且繞後,這個打點很奇怪 哦,這三連 頭上,頭上三下 三下五除二 直接捏 好,第三局 主要看走位 真的,主要是看走位 中腿一台,中腿一台 一切從來 要半邊 再來,油膩打陣 好,逆箱 我要打盤 拆丟丟 正正外 本來是想勒對方 反倒是被對方勒 很不愛想 看一下第二局 我就喜歡看春藝的走位 非常靈活 沒有大中 好,投一個敵 然後的話,點沒有壓穩 讓對方反背 好,兩個聖龍打亂鬥 打頭子 聖龍 一波 念 這把打得很乾脆 很直接 又乾脆又直接 但對方沒有脾氣 全力沒有發揮出自己靈活多變的這種走位 還有空中的這種變軌 他這個弱點確實很奇怪 好,一直 打頭子 好,打頭子 好,打頭子 失調 來了 剛才一直沒有把握好 又是打頭子 全力也是打頭子 這個聖龍 接解釋施 好,重新立回 重新立回 重新立回 要捏 好,現在控制對方的印證 控制的不錯 下次不要再控制了 一波 好,兩次拳 兩次拳 沒有放棄 這個原地跳波 看的很準 畢竟紅人的波要慢一點 下滿 一次拳 最後一絲 換邊 確實 對路邊草來說 也沒有更好的什麼機會 命力血量不佔優勢 看第三局 一波 起跳 好,來了 跳投 跟布地下兄弟 跟雕大師來了 一個斗地 一下 打頭子 先點杯 好,現在騙對方出招 壞啊,張木槿 跟布地下兄弟 纏繞 纏繞 一下 差點打暈 這把暈了 中腿太快了 防不勝防 一個鐵手開花 張木槿死得其所 相當的可笑 對方這個走位 確實很到位 好,起跳 發波對對方沒有任何威脅 反倒是讓自己有不利 好,打頭子 還有籃 控制自己的增速 又是逆箱 哎,打了一個震神位 什麼鬼 你說這誰看得清 就是猜 我公中一個清拿 跟我下來 好,到底 漂亮 非常的可惜 好,第三隻 好,看一下雙方第四隻 前三隻的話 打得不可開交 聽說 各有優勢 那紅人打得 也是比較激進 來 但是整個場面 渡邊草的 進攻 態勢 更為明朗一點 好,別的反面 那這邊 還是要投對什麼 對方有威懾 不能說一下也不投 好,想打頭子 這樣的話 對方心理上造成比較大的壓力 我直接走過去捏臉 堆臉 好,起跳 沒有出招 神神歪 影響 好,也是放針 讓對方看一下對方反應 哦 這個繞後 跟隨跳 跟隨跳 沒有補位 對方同步位 哇 小腿一聲 哈哈哈哈 這樣我記得反應 真的快 真的快 這把露面草 可能要吃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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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總推 那同步位移 打對方落點 這跟大兵的打法差不多 好,在對方前跳 以後者補位 哦 攻中一個捏 你給我下來 幾條 八波沒有什麼用 神神歪 機會 好 捏 我來 騙對 騙對方出招 好 反身雷 出招 放針 雷到你 放針 看你的反應 你是要升還是不升 讓他升 走 就是要打到第三局 山穹水晶 好,連續兩個年 給對方壓力 好,打到則 1,2,3 其實是搏一個 後手 後發先手和聖龍 騙對方出招打康 其實這都是套路 都是套路 就是街霸慣用的套路 走 但是擺是不爽 機會 好,中隊 街霸春麗 我猜錯了 春麗之變 好,看一下雙方第五局 相當的好看 就是一種心野的博弈 這才是街霸的精髓 起跳 這兩個人都能打得出來 著急前幾把 控制對方的身位 比角落 猜得不錯 好,起跳 發波沒用 有可能被對方跳入 而且他的發波比較慢 你看,剛說完就被跳入 所以說發波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其中 要捏 沒有捏到 行 這個跳入跳得不準 打一個正式位 直接捏 起身,下班 可以 路邊操現在 慢慢對方吃透了套路 沒有責 其實 後半程 章武器打得更優秀一點 打得更好 忘了 剛說完更好 不能誇 這個人誇不得 一個八卦蓮花斬 周五飯都打出來 哈哈哈哈 不按下 好,第三局 這次外一波 打個落點 然後剛才打落點 好,來了 路邊操發力的 衝腿 向東中捏 沒有出來 下班 兩個下班 三個下班 就是走下路 遇風了 這個心態開始爆炸 三個心,三個心態 三個心態,對 好的,大家喜歡詢問解說 記得關注,感謝收看 下期再會